哈喽大家好我是萧雪 今天我们深入地走进了川剧 去学习咱们川剧的记忆 那大家知道在川剧里面 如果想要长途跋涉的话怎么走吗 它肯定是骑马 那骑马要用到的一个道具 就是咱们的马鞭 今天咱们的同学们 也是深入地学习到了马鞭的用法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 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如何 这里有一个绳子吗 然后就拴在五名字上 用五名字把它套进去 然后这样抓住它 对 抓住它 然后这样 很好 这是上马的一个起 是 起 然后我们这样转一下 然后就起腿 然后往前起 然后就准备这只脚 注意事件要装滑 再往上面了 然后这样 跨一下 你看 刷一下 然后取脚 上脚上马 然后跨脚 刷一下马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刚你有听到咱们觉得这个动作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上马的动作 上马的一个动作 那你觉得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难不难呀 嗯 不难 不难 那要不我们展示一下您所学习到的动作记忆呢 可不可以让我们老师带着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啊 左手拉坐 右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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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上去 看到咱们同学们都非常的认真 应该平时像咱们川剧曾孝园的这种股东 还是比较多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同学们这么快就能上手的时候 学会这些东西